大家好,歡迎來到我頻道 今次跟大家談談歐洲國家盃的分組賽首次名過關策略 先講A組,我覺得這組意大利是不穩陣的 首先意大利我覺得前中後三線也沒有突出的新星在那裡 加上後防是我的攻擊對象 邦路斯和基亞連來兩個都超過34歲以上 而且後防方面保方也都退休了 變相令到意大利的後防我覺得非常大隱憂 其次,攻擊線 攻擊線方面仍然是倚中音樂比利 音樂比利絕對是一個不穩定的射手 而且入球產量不高在國家隊的賽事 所以在前鋒和後防有不穩的情況下 我會覺得意大利未必可以手名出線 要搏的,我一定要搏土耳其 因為土耳其始終無論人腳和級數方面 比起其他三支隊伍,我覺得近一年是高了很多 首先土耳其前中後三線球員 前面有里爾瑪寶的尤馬斯 中場有AC米蘭的佛球王查古漢 後防也都有里斯特城的大將蘇古恩在那裡 前中後三線都有些突出的球員在那裡撐起土耳其 而且在去年的外圍賽和歐國聯的賽事 他可以贏到荷蘭和法國 所以對著強隊交手他都表現出一定實力 以賠率來說 土耳其在這組的奪榜 首名出線的賠率是8.5倍最冷的 所以我決定拿他來過關 土耳其行頭,拖意大利,瑞士和威爾斯 其實這組我覺得就算比起死亡之組 即是葡萄牙,法國和德國那組更加亂 因為那組只有三隊是有機會出線 這組我覺得四隊都有機會出線 如果各位球迷覺得不喜歡土耳其 甚至瑞士和威爾斯 我也覺得有機會出線 只不過我覺得土耳其以賠率來說 是值得拿他來出線 用來做膽,用來過關,拖其他組別 土耳其如果就算首名意大利次名 也有15倍,最冷的話也有45倍 如果威爾斯次名出線的話 第二組我會覺得有機會開冷門賽果 就是私組,荷蘭那組 荷蘭在這組除了主場之利 賠率熱到透之外 無論人腳,狀態方面都是不錯的 相對奧地利和烏克蘭 奧地利和烏特蘭我覺得這兩隊都好似的 兩隊都沒有特別新的球星出現 相對上有些青黃不折 和走下坡的表現 所以這組我覺得明確一點 荷蘭首名 至於次名的呢 拼爆冷的 既然奧地利和烏克蘭實力有這麼近 賠率也很近 荷蘭做膽 奧地利和烏克蘭都是兩倍多三倍左右 不如我拼一隊新的球隊 北馬其頓 北馬其頓其實拼兩樣東西 四月份作客去到德國的賽事 贏到德國2比1 不是靠死球的 是硬均均贏你兩個球 所以這場球我覺得對於北馬其頓的鬥志和信心 是很大幫助的 另外一因素 賽程問題 如果荷蘭順利 頭兩場是會對奧地利和烏克蘭 在北馬其頓最後那一場 才會對荷蘭的 如果荷蘭順利在頭兩場贏球 拿到六分的話 去到第三場球對著北馬其頓 會不會流力或者半力出戰 令到北馬其頓可以搶到分呢 既然給到九倍比你搏 絕對抵搏 所以另外一組我覺得有機會爆爛的賽果 就是北馬其頓次名出線了 好 以下我投注策略 我會用土耳其搜名做膽 拖意大利和瑞士和威爾斯 過關過落去荷蘭搜名 北馬其頓次名 最熱那範十五倍成九倍 都接近過百倍來過關 以下我投注策略給大家參考 都是那句了 小島可以懲 注意自己的財富管理風險 祝大家來歐洲國家杯葛賽事 贏多些 待會兒 待會兒 感谢观看